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世明 大家还记得吧 我就说周世明很不容易 来自贵州一个小地方 靠自己打拼 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弹幕里面就开始有人骂我 说放屁 胡说 贵州才不是什么小地方 不是 我的意思是贵州 不是贵州是个小地方 是贵州一个小地方 贵州也有小地方 还有一些人更过分 你知道吗 天天给我发微博私信 告诉我贵州的人口和面积 搞得我对贵州特别了解 简直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贵州常住人口3860万人 总面积十几点六万平方公里 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我爱贵州 不是 我爱大贵州 我爱大贵州 其实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也不能这么说 我还有我的父母 我跟我父母关系真的很好 就是从小关系就很好 不像有的父母 还会打小孩对吧 而且有些父母 打小孩的时候 也会说一些屁话 很蠢 说什么 打在你身痛在我心哪 很荒唐对吧 你不可能一边打小孩 一边想 糟糕 是心痛的感觉 大家千万不要打小孩 你看我爸妈就从来不会打我 相反 他们有着很好的育儿理念 他们就是要跟小孩做朋友 我爸为了了解我 还去偷看我的日记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是偷看他的日记的时候 发现的 我俩关系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暑假 我和我爸天天在一起 打游戏下象棋 就跟哥们一样 然后有一天发现 游戏机象棋都丢了 原来是我妈偷偷给扔掉了 当时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爸已经结婚了 我们的友谊 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家庭 我只好跟我爸说 爸 我们还是做父子吧 我爸也很难过 不是说好 好兄弟一辈子的吗 当然我们还是找到了解决方法 就是把我妈拉进来 三个人一起斗地主 大家有没有跟自己的父母 一起斗过地主啊 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跟父母斗地主 关系特别复杂 有父子 母子 夫妻 关键还有地主和农民 对吧 我妈斗地主就会特别投入 她会突然斗着地主说 儿子 妈养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每天为了这个家日夜操劳 你能不能不要炸我呀 哇我太烦了 打牌还要打亲情牌 我爸就特别清醒 说儿子你清醒一点 你看一下眼前这个女人 她不是你妈 她是地主 你是农民 你爸也是农民 你要记住 你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 然后我就炸 当然在我炸的时候 还是说了一些好话的 我说妈 炸在你身 痛在我心呢 其实这个 我现在跟我爸妈相处得很好啊 我有一个跟他们相处的妙招 就是给他们打钱 他们一捞到我 我就打钱 这就相当于封口费了 有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不要打了 怎么又给我打钱 不用我 我说你看你又唠叨了 不是 真的很好用啊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理我了 这就让我想起了 大导演北野武的故事 大家知道这个北野武成名以后啊 就是他的妈妈每个月都管他要很多钱 北野武都觉得妈妈也太贪婪了 结果妈妈临走的时候 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北野武 原来是妈妈怕儿子乱花钱 等自己死了他活不下去 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爸妈听 他们听了很感动 我妈跟我爸说 我就说临死之前就得把钱都花完吧 儿孙自有儿孙福 哎呀没有了 我爸其实我爸妈特别好 去年我离婚以后啊 他们怕我孤独 还专门来上海陪我 今年他们已经回去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我现在有李旦跟我相依为命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陈露 谢谢 谢谢陈露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的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最后是一个商一为命 你们怎么也都被触动了呢 因为他其实讲的那个内容 我很喜欢的 就是跟父母之间 其实有很多的 只不过是他不是说 我期待有一个那种 特别炸的那种点 他不是那种挂的 所以从整体上来说 我还是愿意留着的 诚哥也是没想到 今年走这么远 就大家可能太尊重领导了 然后就一直让我晋级 真的是真好 就是其实我就想早点淘汰 跟建国一起去给大家写稿 多好 就是符合 因为作为领导 还是要让属下发光了 就是 不能把功劳全部抢了 真是 怎么这么谦虚呢 感觉 太厉害 对 万一拿了大王多不好 若云 你有那种 小时候就是那种 他们挨打那种 以前小时候那种经历 跟什么 哥 我那个小时候 有好多你的传说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就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的北京孩子 都是听说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大老师 我是你的歌迷 我真是你的歌迷 我在那个时候 我在上初中 我在听花乐队 然后旁边一大哥哥说 你怎么听他们的歌 你知道大声纬也歌 又被打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我老被打 后来我问人家 人说你要下回被打 你就直接光榜的 跟别人干 后来给那帮痞子 吓疯了 他们说有一人 一挨打就脱衣服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成功 首先是获得了10票 领校园的拍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加上观众投票 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觉得还挺满意吧 就是我觉得就比较放松的来 想自己的事 我觉得还挺好 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今天应该很微弱吧 不会差很久 最终的得票结果 哦 72票 谢谢 谢谢 恭喜成哥 战略第二位 进入等候区 今天开的太猛了 可以进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休息了 成路老师很棒 今天一如既往的松弛 看成路老师的演出 一直是非常轻松开心的东西 一种感觉